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。 爱的教育,亚米奇斯,真诚的感谢。 我可怜的二年级时对女老师病故了,她原本想坚持教完这个学年的,还剩三天,我们的课程就要结束了。 七月一日是星期六,那天就要开始考试了,然后再有一年,第五学年也会过去了。 如果我的女老师没有去世,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年啊。 和去年十月份相比,我懂得了更多的知识,说和写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,而且也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。 我的算术也进步了不少,有时候还能帮别人算账呢,我真是感到高兴。 但是,这些成绩的获得和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是分不开的,他们曾经绞尽脑汁来帮助我,现在,我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,我应该感谢他们。 首先,我要向我慈祥的老师表示感谢。 老师对我很好,无论我有任何疑问,他都会一一给我解答,而且从来不厌倦。 我还要对我的好朋友戴洛西表示感谢。 戴洛西啊,你总是热心地给我讲解难题,使我懂得了许多深刻的道理,顺利地通过了考试。 还有斯黛地,我也要感谢你,你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,只要意志足够坚强,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啊。 还有卡龙,我也感谢你,你使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变得善良。 再有波莱可西和可莱地,我也要感谢你们,使你们教我学会了坚强,谢谢你们。 可是,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您,我的父亲,您是我第一位老师,也是我最早的朋友。 您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忠告,还教给我许多道理,您为我辛苦操劳,却总是对我隐瞒您的痛苦。 您想方设法来促进我的学习,给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。 最后,我还要向我的母亲表示感谢,您为我所有的喜悦而喜悦,为我所有的痛苦而痛苦。 您陪着我一起学习,一起克服困难,一起哭泣。 我要像小时候一样,跪在你们的面前,感谢你们。 感谢你们在充满牺牲和慈爱的十二年间,在我的心灵中注入了无限的善良与爱。